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能量没有消失 卡在身体的某个部分怎么样 多余的能量一直扭曲那个地方的能量长 随着你年纪增大怎么样 开始搞不好怎么样 就像你们样每天扛着一个东西 扛一个小时OK 扛两个小时OK 可是扛久之后会不会怎么样 超过你的负荷 带给你的负担 所以怎么样 就开始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开始怎么样 疼痛啊 这些问题出来了 就像当年我妈妈那个胸痛的问题 从她释放出来就是一大堆那种什么卑微感 被人家瞧不起 被人家欺负 然后觉得自己很挫折 反正就是一大堆这种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累积在身上久了怎么样 压垮你的身体造成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把它拿掉之后怎么样 人家自己身体就会复原 来 你现在再感觉一下 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比较没有像刚才那么酸 比较没有像刚才那么酸 OK 情绪密码的处理的这个速度 其实就是这么快这样子 那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桌角 有 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这样的东西是吧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怎么样 很简单啊 我就重复的一直砍桌角 一直砍桌角 一直砍桌角啊 对不对 回去我们帮自己的物质身体洗澡啊 回去怎么样 帮我们的心灵身体洗澡啊 怎么样 把这些情绪能量 多余的情绪能量放掉之后 你身体该健康就该健康啊 该快乐就该快乐啊 对不对 该对自己觉得有信心 就对自己有信心 就回来了 就是这么简单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东西是肌肉测试 但是肌肉测试呢 它其实是有限制性的 我这边特别强调一下这个限制性 这个限制性呢 肌肉测试特别注意是这样 肌肉测试是造物主给我们礼物 什么叫做造物主给我们礼物 我们这一副身体 是不是造物主给我们礼物 自己的身体去跟自己内在的沟通 这是造物主给我们礼物 那呢 它是用来怎么样 提取我们自己潜意识当中的资讯 我们自己的哦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用来测试热透号码 你不能就说 我来按看看下一期要开什么 有没有 不能用来占谱未来 不能用来占谱未来 不能用来做任何重大的工作决定 我该不该换工作啊 有没有 我该不该买这间房子啊 我该不该生小孩啊 有没有 不准使用肌肉测试来做这个决定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就是我一定要先声明清楚 为什么 我们是不是记得 这个我们是不是用冰山这个东西 来代表意识跟潜意识 对不对 冰山上面是什么 是你我们的意识 冰山下面是潜意识 潜意识下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 是因为怎么样 这个血是不是下在冰山上面 它是不是一直往下压 所以呢 冰山里面的东西是怎么样 过去你所有经验的累积 它既然是过去的累积的话 它一定不可能有未来的资讯 这样各位懂了吗 所以你一定不可能拿这个东西来测试热透号码 你不可能拿这个东西怎么样 来怎么样 看就是我要不要换工作 我要不要加那个人 我要不要生小孩 所以绝对不可以这样做 所有的肌肉测试呢 有一个限制 我们只能把它用在疗愈上 不能用来做什么沟通 不能用来什么探索别人的隐私 不能用来做什么决定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这样子好不好 OK吗 那我想要当场就是说 让大家来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肌肉测试 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样子好不好 OK吗 好 那如果OK的话呢 我想要请大家站起来好不好 我想要请大家站起来 那站起来的时候呢 有几个事情 第一个 能不能请大家 你们手机就稍微切成静音或是震动 好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们站起来之后呢 你们的身体都不要碰到桌子椅子 就是你的身体呢 完全都不要碰到任何的桌子椅子 通通都不要 通通都不要 就是也不要碰到别人 就是给自己一个空间 让自己可以怎么样 很轻松的放松这样子 OK吗 那如果OK的话呢 我想请大家把眼睛闭上好不好 把眼睛闭上 来 我们来做三个深呼吸 让我们稍微把内心静下来一下好不好 好来 我们开始哦 来 轻轻的吸 来 慢慢的吐 来 再一次 轻轻的吸 来 慢慢的吐 好 来 再一次 轻轻的吸 来 慢慢的吐 好 来 各位 我想要请你们 请大家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看一下自己呢 可不可以很轻松的 把手放在身体的两边 我们很轻松的 把手放在身体的两边 那我们可不可以 很轻松的呢 把双眼闭着 那如果不管你可以或是不可以 我想要请大家 跟自己讲两句话 那待会呢 请大家都真的张开嘴巴来说 那这个音量呢 大概以我们自己耳朵听得到的音量为标准 这样好不好 我们每个人告诉自己这两句话 告诉自己 我现在是安全的 好 告诉自己 我现在是放松的 好 好的之后呢 我想要请大家 再次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身上 那观察一下 自己是不是有低着头 来 我们不要低着头 我们把头平视之后 稍微抬高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了 好 一样 我们再次跟自己讲这两句话 好不好 来 我们再告诉自己一次 我现在是安全的 我现在是放松的 我现在是放松的 好 OK了之后呢 来 我们来 我要请大家在脑袋里面想一个东西 大家一样继续闭上眼睛没关系 我要请你们想一个你们最喜欢的东西 想一个你们最舒服的感受 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每个人喜欢的感受不一样 想一个你们最喜欢的东西 想一个你们最舒服的感受 想一个你们觉得最有爱心 最崇高 最被无条件的爱所拥抱着的想法 去感觉一下这个感觉是什么 让我们可以沉浸在这个感觉里面 什么是你最喜欢的东西 什么是你最舒服的感受 什么是你觉得最有爱心 最被爱属拥抱着 最无条件爱的感受 让我们沉浸在这个感受里面 想象这个无条件的爱的感觉 也许从背后拥抱着你 暖暖的这个感觉在你的胸口的感受 好 来各位 我想要请各位再想另外一个东西 想一个你们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每个人 你最不喜欢的东西 或是想一个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你最不愿意去面对他的问题 想一个你最讨厌的东西 最不舒服的感受 每一个人讨厌的东西不一样 或是你可以想一个最残酷 最可怕的想法 也许搞不好像战争的这个名词 不分老人啊 女人啊 小孩啊 可能都没有办法幸免的这个战争 好 来各位 我想请大家再做一次深呼吸 来我们轻轻的吸 来我们慢慢的吐 好 来请各位慢慢睁开眼睛 来我们慢慢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好不好 我们先慢慢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好 来各位 在刚才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没有同学会觉得就是说 有没有就是说 我们现场的来宾会觉得就是说 在想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的身体变得比较平稳 甚至怎么样 因为你头有一点点抬高 你会觉得怎么样 好像有一点点微微的会往前倾的感觉 一点点 但是在想你可怕的东西 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身体变得比较摇晃 甚至好像有一点失去皮革 会有一点点往后倒的那个感觉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最简单最简单的怎么样 透过自律神经的讯号来跟自己沟通的方式 因为呢 当你在想一个正面的东西 或是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自律神经的讯号送出来之后 它会怎么样 加强你全身肌肉系统的强度 这时候呢 你就会 你会怎么样 就是因为你全身肌肉系统强度增强 你会有一点微微的往前倾 就像怎么样 哇 你站得非常非常的直立这样子 但是呢 在想可怕的东西的时候 这时候自律神经的讯号打出来之后呢 它会怎么样 削弱你全身的经脉系统 会让你身体怎么样 比较没有力气站着 它就会有一点好像怎么样 失去平衡往后倒的感觉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 看三小心经理 进入環境 看到它那么少年 聚起来的人 幸运 对 人据 你 那么